今天我看侯友宜开一个记者会 那主角就是金普聪 主角出来我看都是记者都在问金普聪 侯友宜坐在旁边 不像是一个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 好像配角 对好像配角 然后你看他的这个脸就是暗淡无光 然后坐在旁边金普聪在讲的时候 他就直直的看着这个镜头 没什么笑容 就是说如果今天是一个 受到这个支持的总统候选人 比如说今天我开一个 竞选办公室的记者会 我找谁谁谁谁过来 他们都是来支持我的人 那等于是说帮忙我而已 那我才是主角 其他人都是配角嘛 那今天不是啊 今天看起来是金普聪才是主角 侯友宜变成配角了